嘿大家好我是劍文 那今天我的工作已經結束了 沒錯 已經結束了 為期三個月的旅程 就已經要離開這個地方了 所以呢我現在要去做轉出轉入的動作 那日本離開一個地方之後必須要 做一個轉出的動作 然後 告訴他你下一個地方要去哪裡然後做一個轉入的動作 對非常麻煩 那 轉出轉入需要的東西就是 印章 My number就是日本的身份證 代留卡 沒錯就是這三個 然後這樣子就可以做轉出轉入的動作就是很簡單 那要去哪裡做呢就是要去最近的 市工所或區域所 好 那我們就直接出發吧 好那我們已經到了外面 很不曉得下雨了 沒錯 突然就下雨了 那我們就伸展過去 GO 好那我已經到了 那個 市工所 還是區域所我也不知道 是挺 所以應該就要挺一鎖 好 沒關係不重要 重要是他可以讓我轉出 轉出跟轉入 就是這樣就可以了 那我們進去吧 現在平成何年了 29年 29年 不知道為什麼突然下起了 汤頭大雨 汤頭大雨 沒錯 人生就是這麼的不順遂 最後一天應該要好好的玩才對 為什麼會變成 下大雨呢 啊 怎麼辦我最近在抱怨 哇 抱怨台 抱怨頻道 喔 別只吃了 抱怨抱怨 去市所弄個東西 就變成汤頭大雨 出不了 好啦 快到家了 那回家再錄 回家繼續錄 好的歡迎回到抱怨台 那 剛剛已經 去完區域所 然後還遇到了 汤頭大雨 那我剛剛 出現了一點小失誤 他說 我有這個 My number card 就是 這一張 沒錯就是這一張 那有這一張 就不用 帶印章 也不用帶 帶流卡 就是什麼都不用 就只要 這張就可以了 那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我剛剛忘記 我的新地址 所以會比較花時間 那其實 如果沒有帶也沒關係 有帶的話就 不用花時間 有帶的話他就可以直接把你把地址寫上去 那沒帶的話 你只要跟他說你要去哪個區域就可以了 對 那如果你一開始 只有這個再留卡 沒有這些 My number card的話就會 手續會比較麻煩 他要你去用一些 紙啊什麼東西 寫一堆東西 然後你要把那張紙 帶到下一個區域所這樣子 那以上就是有這張卡的好處 不對我怎麼變成要講卡的好處呢 這張卡的好處 就是 很方便 對 那我已經 每次講到一半就會時窮 我叫雌雄大王 好就雌雄大王 今天就到這邊 我要去整理行李了 其實昨天說要整理行李到現在也沒整理行李 我就是一個懶惰蟲 就是要拖到最後一天 慢慢整理 對 嗯哼 好 就這樣了 拜拜